好的,同学们,接着咱们继续来前进了,跟我熟悉一块看看语题二。 首先来读读题目,语题二说呀,请你根据下面这幅图形来进行填空。 我们发现了,这幅图形里边是不是有一个小男孩,一个小女孩呀,对吧? 对。 他们面前有一张桌子,桌子上面是不是摆了好多的物品呢? 对。 我们来看一看,这个是什么东西呢? 铅笔。 铅笔。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? 橡皮。 橡皮,接着这小女孩面前摆的是水果,对吧? 对。 有打梨,对吧? 对。 还有苹果,对不对? 好,我们观察下面填空是什么意思呢? 这第一个空呀,左边填谁,右边填谁,咱们现在都不知道,对不对? 对。 它们中间用什么符号在连接? 等号。 等等于号,那表示什么意思呢? 表示左边填的这个物品呀,和右边填的这个物品呀,和右边填的这个物品,它们的数量应该是相等的,非常好。 接着,第二个,第二个题目也是等于号,对吧? 对。 它表示左边填的这个物品,和右边填的这个物品,也得是相等的,很好。 接着再来看,第三个空是,中间是填了一个贪吃的大鱼号,它表示左边这个物品,比右边这个物品的数量要大一些,对吧? 好,第四个小题,这儿填的是一个贪吃的小鱼号,它表示的含义是,右边这个东西要比左边这个东西数量要多一些,对吧? 对。 好,我们已经弄清楚这个题目的意思了,那我要想往里边填物品,我能随便填吗? 我说我这儿就想填填笔,这儿就想填苹果,可不可以呢? 咱们不能这么乱填,对不对? 对。 这要讲根据呀,对不对? 你要先做判断,只有这两个物品的数量是相等的时候,你才能填到这两个空里边去,对吧? 对。 那要想做判断,我是不是要分别数一数,这些物品都有多少个呀,对吧? 对。 要数一数它们的数量,首先请看这个是铅笔,对吧? 铅笔的数量,咱们一块来数一数吧。 在这儿是一二三四五六,铅笔是有六根,对吧? 对。 接着再数一数橡皮,一二三四五六,橡皮是六块,对吧? 对。 接着再来数大名有几个? 一二三四五,五个。 大名是不是有五个呀,对吧? 对。 再来数数苹果。 一二三四五,苹果也是有五个的,对不对? 对。 现在你观察一下,这里边每两个物品的数量是相等的呢? 已经非常明显了吧? 对。 你看,这两个都是六,这两个都是五。 所以两个六肯定是相等的,两个五肯定也是相等的,对吧? 那在这儿,这两个六呀,相等,说明我的铅笔,我在这儿呀,我就画图了。 说明我的铅笔和我的橡皮,数量是不是相等啊,孩子们? 对。 好的。 那接着,下一个空怎么填呢? 还有那两个物品,它们的数量是相等的吗? 梨和苹果。 在这儿,大梨是有五个,苹果也是有五个,它们的数量是相等的,对吧? 对。 所以啊,我的梨和我的苹果也是相等的,对不对? 对。 好的,上面两个相等的空我们已经填出来了。 接着观察一下,这第三个空怎么填呢? 第三个空表示,左边这个物品的数量要比右边这个物品要多。 多。 多一些,对吧? 所以左边我填哪个物品比较好呢? 填多的那个,是不是六比五要多呀,对吧? 对。 所以在这儿,我是不是填铅笔是可以的呀,对吧? 是。 或者我填橡皮,行不行? 行。 也可以。 只要填数量是六的,它肯定都比数量是五的要大一些,对吧? 对。 所以在这儿我填出一种方法,就是填铅笔可以的吧? 可以。 好,如果左边填了铅笔,那右边能再填个橡皮吗? 不能。 不行了,右边要比它小一些,对吧? 对。 左边是六,右边你可以填个数是五的,对吧? 对。 在这儿可以填大梨,或者可以填苹果。 苹果,对吧? 两种都行。 在这儿王老师呀,填一个大梨,可以吧? 可以。 可以。 接着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小问,你们自己先想一想,好不好? 嗯。 来,同学们,现在这个形影响出来了吗? 在王老师一块儿看一看吧。 这个题里头呀,首先我们要观察一下,这页表示的是右边的树比左边的树要大一些,对吧? 对。 换句话说,就是左边这个树比右边这个树要小一些,对不对? 对。 所以左边这个填的树应该是个小一点的树吧? 对。 右边填的这个树应该是一个大一点的树,对不对? 对。 好的,那左边我肯定要从五里边挑吧? 嗯。 喜欢谁就挑谁,都可以。 我在这儿呀,我挑个苹果吧,可以吧? 可以。 可以。 如果左边填苹果了,右边还能填大梨吗,孩子们? 不能。 右边就不能再填大梨了,对不对? 对。 因为苹果和梨数量是相等的。 好,那右边是不是得从六个里边都选了,对吧? 所以在这儿我可以选铅笔,也可以选相笔,是不是都可以呀? 对。 好,这个题目你学会了吗? 好的,同学们,接着我们一块来看看预题三。 先中二十块读读题目,预题三的第一小文说呀,在多的后面打上小勾,对吧? 对。 咱们观察下面是不是有两组图形呀? 对。 第一组图形是一棵一棵的小树,第二组图形是一片一片的小树叶,对吧? 对。 那我们要想找出多的那个,你还是要先把数量给数出来,对不对? 对。 那我们是不是要分别来数一数呀? 对。 先中二十数数小树吧,小树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,一共是不是有五颗呀? 对。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小树叶有多少片?小树叶是一、二、三,一共有三片。 三片,对不对? 对。 在这儿的话你看啊,数量数出来就很明显了吧? 在这儿五和三谁更大一些呢? 谁多一些? 五。 五。 因为五在三的后面,对吧? 对。 越往后越大。 所以在这儿肯定是小树要多,我是不是就打好钩了,对吧? 对。 这题是不是挺容易的? 你只要把数量数好就可以了。 接着我们来看看第二小题。 第二小题说呀,在少的后面打上小钩。 你是不是得挑出少的那一部分了,对吧? 对。 我们观察一下,下面依然是一组小树,对吧? 和一组小花。 我们是不是要分别数一数它们的个数啊,对吧? 对。 接下来数数这小树有多少颗呢?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 小树一共是不是五颗呀? 再来数数这小花有多少朵?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 七朵。 小花是不是有七朵呀,对吧? 对。 现在你来比较一下,这五和七谁大一些呢? 七是不是在五的后面呀,对吧? 对。 怎么是不是越往后越大呀? 对。 所以在这七更大一些,五更少一些,对不对? 对。 所以我应该在谁的后面打上小钩? 五应该在少的这一边打上小钩,对吧? 对。 是不是就做出来了? 嗯。 这个要想做对呀,是不是得把数量数好呀? 对。 数好数量以后,我们来进行一下比较,是不是就可以了? 嗯。 好,接着我们来看第三小题。 第三小题说了,在少的后面打上小钩。 我们来观察一下,这两组图形,上面都是小兔子,下面都是小猴子,对吧? 那要想比较,还是得先把数量要数出来,对不对? 对。 我们先来数数这小兔子有多少只,来。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四只。 小兔子有四只,对吧? 对。 接着再来数数小猴有多少只?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六只。 小猴不必有六只呀,对吧? 那小猴和小兔谁多呢? 小猴多。 谁少呢? 小兔子。 小兔少。 所以就直接打钩了,对吧? 对。 接着咱们来看看第四小问。 第四小问说呀,在多的后面打上小钩。 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同样的数一数数量啊,对吧? 对。 在这要多的后面啊,看好题目了。 那我分别发现了,下面分别是小熊猫,还有小狗,对吧? 对。 咱们来数一数吧,小熊猫有多少只?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 小熊猫一共有八只。 八只,接着在数数小狗有多少只? 一、二、三、四。 小狗有四只,对吧? 对。 让咱们比较一下八和四,谁更大一些? 八更大。 八,因为八更靠后一些,对吧? 对。 咱们说呀,数数的时候后面的数比前面的数要大一些。 所以在这儿的话,多的应该是小熊猫。 小熊猫,就应该在小熊猫后边打上钩了,对吧? 对。 咱们的逆题三呀,其实怎么做呢? 就是你要先把数量给数清楚了,对不对? 对。 然后按照要求了,哪个它要你在多的后面,那你就在多的后面打钩,对吧? 对。 它要你在少的后面,那你就在少的后面打钩,是不是就OK了? 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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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嗎 嗯